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是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的其中一個景點 鯉魚坦 在台灣有三座鯉魚坦 相傳是鄭成功那時候來到台灣 遇到一條鯉魚巾 跟鯉魚巾大戰三百回合之後 把鯉魚一分為三 魚頭掉在我們現在的苗栗 魚身掉在我們現在的南頭 魚尾就掉在我們現在所在地 花蓮的鯉魚坦 所以附近的地名 古名叫做鯉魚尾 那其實又有另外一個說法 早期原住民爬到我左手邊這座山 鯉魚山 發現從山上看下來 這整個坦的形狀就像一條鯉魚的樣子 那其實日本人早期來到這個地方 覺得這座山像是一條鯉魚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相信日本人的說法 或者是相信我們台灣原住民的說法 其實都是它鯉魚坦的由來 那其實更像的方法是天氣非常好的時候 那個山上的倒映在這個坦面的時候 山跟這個坦相連 那其實一整個這樣相連起來的形狀 其實更像是一條鯉魚 那我們來到鯉魚坦這邊 可以來遊湖 或者透過整個在鯉魚三角下 有一個環坦的自行車道 差不多四公里左右 那我們可以騎著自行車環坦一圈 或者租個小船 那現在這邊的船家業者呢 有許多的一些船的類型可以供大家選擇 有可以交踩的或者手滑的 那或者有老人家或小孩呢 沒有辦法在這麼長時間的這樣子踩踏當中 也可以租個快艇 乘快艇遊湖的時間差不多是20分鐘左右 如果是用踩踏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船家有時候如果 遊客沒那麼多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限時間了 要不然通常是要一個小時左右 那乘著船啊 然後我們也可以靜靜的來欣賞整個檯面 尤其在這邊的水鳥啊 以及植物整個生態非常豐富 尤其到傍晚或者清晨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水鳥 飛翔在這個整個檯面上 那許多多的鳥類啊 或者昆蟲都會聚集在這邊 坐船遊湖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乘坐腳踏車呢 也更能欣賞整個山腳下的一些風景 那來到鯉魚潭呢 除了可以坐船遊湖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常常這邊非常有名的小吃 像是有這邊的火跳蝦 然後或者喝喝這邊的木瓜牛奶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尤其這邊的火跳蝦 當地的這邊的餐廳業者呢 他們會在這個檯的中間呢 擺很多的蝦籠 到了蝦籠聚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整個蝦籠滿了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蝦子收集起來 透過整個生吃的方式 那整個新鮮的蝦子還在活跳跳的時候 然後就沾著那個醬油啊 一點點的酒 然後就直接送到大家的口中 這個火跳蝦送到口中的時候 還在大家的嘴裡跳來跳去 就是有蝦子的生魚片 吃起來滿刺激的 我們要再填一下 這支製裡面 我們要去看一下 我們要去看